我覺得我這一集講了之後啊 諮詢就沒有了 但是我還是很認真的想要跟大家分享 哈囉大家好我是Josey 微信密社工靈性諮詢師和靈媒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話題 其實是接著上一次的話題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靈魂藍圖要怎麼找 因為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 我的靈魂到底要什麼 那就有網友在下面跟我留言說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去找我們的靈魂藍圖呢 那這一期呢我就盡我所能 盡我所知道的 分享給大家 我們要怎麼去找到我們的靈魂藍圖呢 很多人去通過真心 通過算命 通過療癒 通過讀前世等等等 去找到我們這一輩子的天命 這一輩子的使命到底是什麼 我個人覺得啦 他們都是蠻有參考價值的 主要是看你喜不喜歡 他給你帶來的這個結果 還有他帶來的這個結果 到底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感覺 比如說就我個人所知 星盤 星盤裡面 某一種占星的流派 他會通過一個什麼北焦點還是南焦點 他可以找到你的 上一世或者是這一世的靈魂功課 我覺得他都是蠻有參考價值的 但是今天呢 我從我個人的角度 就是如果我們手裡面都沒有這些工具 或者是說這些工具 我們都已經嘗試了 但是在對人生活當中還是有一點迷茫 要怎麼找到說我們的天命是什麼 或者是我們要怎樣做選擇才是對的 簡單來講 冥魂藍圖 它就有點像是靈魂的地圖 我們就把自己想像成 我們是在Google地圖裡面走好了 比如說我現在的靈魂狀態 就我此時此刻的狀態 是我們在這個地圖上面的起點 那麼我們的靈魂很想要成為的那個狀態 是在這一張地圖上的終點 那我們就只需要確定起點和終點 然後靈魂呢會自動幫我們設計過程 就是設計這些劇情 設計這個人物要怎麼去排列 甚至在我們面對不同選擇 就是在走不同岔路的時候 靈魂真的有點像Google地圖 它會自動重新計算路徑 確保我們還是可以follow那個地圖 然後到達我們自己想要達的目的地 那這樣簡單來講的話 你要找到你這靈魂藍圖 就很容易了嘛 首先你要確定你的起點在哪裡 就是你此時此刻的狀態 你是誰 那關於我們如果找到自己呢 我之前在我的某一集直播裡面 也有講到我們自我的價值 找到去思考一下 我們對自己賦予的自我價值到底是什麼 那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現在去想想 我們現在的我是誰 我有一些什麼樣的特徵 我的自我價值是什麼 我的自我價值 有沒有被賦予在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上面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的這個自我定位 因為他只跟我們自己有關 他和所有所有的一切其他人都沒有關係 比如說有的人就會晚上問我說 Josie我的願望或者是我的夢想 就是我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那注意你幫助到很多人 這個不是你的自我價值 因為他和別人沒有關係 你需要去思考的是 在你幫助別人的時候 你是一種什麼樣子的心情 有的人他可能要去尋找的是 我是有安全感的和別人做連結 或者是我需要有人來認同我 我需要有人來傾聽我 我需要有人圍繞在我的身邊 讓我可以有融入感或者是歸屬感等等 所以你去找到你自己的喜歡的一個狀態 或是你不喜歡的一個狀態 都需要把它調整成 這件事情或是這個狀態 它只和你有關 別人是沒有參與在你的自我定位當中 所以我們在思考自己的自我定位的時候 需要去好好的面對一下自己 去思考看看說什麼樣子的我是我喜歡的 那麼這個喜歡的自我感覺 需要怎麼樣去被保持下去 比如說我喜歡去探索我喜歡創意或者是創造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去把這樣子的特質保存下去 比如說我去發展異種跟創意有關的興趣活動 我去開展一些跟探索有關的異語生活機會 所以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就需要大家自己回去把它寫下來 然後多做一些內向性的成長 去挖掘到你最內心深處的那個核心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找到我們自己的起點之後呢 你要找到的不是你的路徑 因為路徑是靈魂可以自動可以規劃好 你要找到的是你的終點 你的終點就是你的靈魂能量最大化 就是我上次有講過是你的能量 你的靈魂能量得到最大化的運用 或得到最大化的體現 或得到最大化吸收到最大化的能量 那這一個呢就是分兩種 我上一次也講過是一種內向型的探索 還有就是外向型的探索 靈魂的本質在於自我成長和進化 他除了需要我們自己去把自己內心深處當中的一些恐懼 或者是一些人生課題經歷之後 他本身還有探索創造等等的這種本質去增加他的能量 所以每一個人的靈魂他的目的都是這個 你的目的點都是在這 只是體現的方式不一樣 有的人他需要內在力量獲得到一定程度之後 你的外在力量才能夠體現出來 那有的人呢他可能需要在外在探索了之後 他反過來來增強他的內在力量 所以每個人的這種體現方式都不一樣 對靈魂來說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有流動性 靈魂他不是被一個具體的概念框著 不是說我今年給自己設定了這個目標 那我的靈魂他就一直照著這個目標走 不是這樣的 你的靈魂給你的是一種感覺 可能是你完成這個目標時的那種 有成就感那種輕快愉悅幸福滿足的感覺 但它是一種流動性 我想我之前一直在強調流動性這一點 它不是那種單純的一個固定的概念 所以固定概念就是比如說光與愛 它是一個固定概念 比如說靈性提升它是個固定概念 比如說我要修行 或者是我這輩子就是來修行的 或者是我這輩子就是來普度眾生 就是來幫助世人 這些它都是一個固定概念 我個人覺得靈魂下面它並沒有一種這樣子的固定概念 靈魂它給你的就只是一種感覺 每個人的靈魂的目的地都是一樣的 就是照著這種靈魂能量最大化的感覺去走 那這個就是你這輩子的目的地 所以很多人來找我做諮詢 常常會問我意見說我要怎麼去選擇 什麼樣的路對我才是正確的路 我通常都給你們建議說在我感知看來 這一個選擇它可以給你的靈魂增強能量 或者是這一個選擇它可以給你的靈魂有一些新的體驗 不管是內向就是內向成長的力量 還是外向探索的力量 我一般都會從這兩個方向來看 所以我覺得去思考靈魂目的地一個滿重要的點 就是去思考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 不是一個固定的框架 不是說你的人生就是這樣子被框好的 你覺得你的人生是被框好的 這本身就是你的靈魂功課 因為對靈魂來說它的目的地就是一種感覺 它是流動性的 只要你能夠達成它的這個靈魂的目的的話 你不管怎麼樣走 你隨時隨地可以去改變 可以去走不一樣的路 去擁有不一樣的能力去探索不一樣的世界 都是很OK的 這就是目的地 我想要提醒大家的點就是它是流動性的 關於流動性和固定性這個話題 我覺得我之前好像也有做過視頻 我會把它貼在這裡 然後呢我們還需要去了解的就是 我們雖然說靈魂會自動幫你規劃路徑 就像Google Map一樣 比如說你這一次在做不一樣的選擇的時候 你的靈魂會 比如說你做了要辭職不要辭職這個選擇 如果你辭職的話 你的靈魂會幫你 換另外一個路徑周圍會安排不一樣的人 那是你 你要去體會的東西還是一樣的 那你不辭職的話 那你的靈魂又是 又是另外的路徑 靈魂是很聰明的 一定要相信自己的靈魂 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一點就是 我們要知道靈魂藍圖是什麼嗎 你要知道你的地圖是哪個版本 這很重要 你的地圖不是火星版 也不是水星版 也不是地下地星人版本 也不是天使版本的靈魂是地球人版本 所以地球人版本就是說 這個宇宙下面它有它的定律 它有它的規律和法則 所以一切一切你的選擇 都是要按照這個規律和法則去進行 那所以這個規律和法則 我們現在知道就是 宇宙之下一切都是以尊重為平台 所以你在做任何的選擇的話 要思考就是 你是不是有真正的尊重到你自己 或者是你是不是真的有尊重到別人 那如果沒有尊重到怎麼辦呢 那宇宙還有平衡的法則嗎 就是 你做一切不管是什麼事情 宇宙它都會用一種平衡的能量 來維持它整個宇宙下面的平衡 那這種平衡不一定是一種物質上平衡 它是一種能量上平衡 那這種能量上平衡 它會顯化在你現實生活當中 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方式的話 就需要我們自己平時非常非常有覺知的 來過自己的生活 宇宙還有吸引力法則 所以對吸引力法則 吸引力法則的平衡法則也蠻像 那時候是一種能量運轉的法則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當中 或是在這個集體當中 它有這種集體意識或是集體潛意識 它也是鋪陳我們靈魂來做功課的平台 那我總結一下 今天提了幾個點 就是如何找到你自己的靈魂藍圖呢 一切都是要在地球宇宙 地球宇宙這個版本下面進行 要去確認到你自己的其實點在哪裡 也就是說對你自我現在的自我狀態 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認知 你自己現在是誰 你喜不喜歡現在是自己 喜歡的話我可以去做些什麼 不喜歡的話我要怎麼去改善 那你的靈魂的終點呢 它是一個流動性的感覺 或者是流動性的框架 一切一切都是以靈魂想要達成進化沒有目的 它不一定有一個非常實質的概念在那邊 所以規劃自己的人生路線 或者是自己感覺到自己的靈魂藍圖的規劃 它不一定是以一個特定的目的 通常情況下一個特定的目的 你可以回來反照看看說 那這個目的它是不是有 讓我感覺到我的靈魂有進化 或者是感覺到我的肌肉 我的能量有增強 如果它只是讓你感覺比較好 讓你感覺比較高人一等 或是讓你感覺比較特別的話 那這本身可能就是你的靈魂功課 而不是你的靈魂目的 所以大家在這一點上需要去好好的體會一下 那今天就蠻長的 我很盡量簡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個人認為靈魂的藍圖是什麼 然後我個人認為要如何去找到 我們自己人生的靈魂藍圖 它存在不一樣的面向 每個人都不一樣 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藉由這一支視頻 稍微有一點點 對靈魂藍圖稍微有一點不一樣的認知 然後對靈魂藍圖 對自己也可以展開一種不一樣的探索 所有探索都是非常好的 所有探索都可以給我們一些參考意見 我覺得都是蠻好的 那就祝大家在探索靈魂的旅途當中 以切順利唷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